近年陆剧越来越流行二搭 演员合作一次之后 因为CP大受欢迎 所以没几年又再度搭档 像是最近于书欣 丁雨昕在永夜星河之前 合作过月光变奏曲 赵露丝和刘玉宁也联助合作长歌行 朱连玉木 当然还有雨风行的赵丽颖和林更新 陆剧这种二搭CP 因为演员本来就有CP感 所以大多都很成功 以下谈点陆剧十对二搭CP 第十对却不被网友看好 近年陆剧在合作的二搭CP1 赵露丝刘玉宁 长歌行珠连玉木 当初赵露丝 刘玉宁在长歌行组成的 浩烟CP深受欢迎 于是两人又二搭了古装剧 珠连玉木 两人在长歌行 是小白兔公主和大灰狼杀手的设定 这次到了珠连玉木 则是一路逆袭的彩珠少女Versus 心狠手辣的西域商人 珠连玉木是大女主成长剧 赵露丝饰演的端午从彩珠奴隶 慢慢踏进珠宝世界的大门 刘宇宁在珠连玉木饰演的燕子精 霸气程度不输长歌行好都 而这次还多了一个强劲的男二登场 一边是邪宁的霸气男主 一边是温柔男二 三人之间的拉扯很好看 近年陆剧在合作的二搭CP2 于书欣丁雨昕月光变奏曲永夜行河 于书欣丁雨昕之前合作过甜宠剧月光变奏曲 这部剧口碑和热度都不错呢 CP感挺强的 而最近于书欣丁雨昕又二搭永夜行河 CP依然让不少剧迷都渴生渴死 并交黑莲花男主沐生versus 穿越的傻白甜女主林妙妙 角色设定很适合于书欣和丁雨昕 永夜行河有细腻铺垫林妙妙攻略沐生的过程 情感很细腻 于书欣和丁雨昕的演技也很到位 让观众都追得很开心 也因为永夜行河CP好客 许多人追了永夜行河 都回头去追两人一搭的月光变奏曲呢 近年陆剧在合作的二搭CP3 赵丽颖林更新 楚乔专与凤行 凤凤行也是纪念二搭CP的成功案例 当初楚乔专烂尾 大家等了N年都没等到 星月夫妇合体拍续集 没想到多年后等来两人二搭凤行 这次与凤行赵丽颖依然是个八戚女王 她是三界至强的魔族凤凰 却被打回原型坠落人间 被一个男子卖下 而这个冷漠疏离的男子 真实身份是世间最后一位太古真神行指 当初楚乔专 赵丽颖和林更新火花就挺强的 这次与凤行也依然配 剧中赵丽颖相当霸气 但娇小的赵丽颖站在高大的林更新身边 又很有小鸟一人的感觉 与凤行前期霸道凤凰沦为待宰的鸡 被男主狠狠拿捏 剧情挺搞笑的 近年陆剧在合作的二搭CP4 杨子里线亲爱的热爱的国色芳华 亲爱的热爱的童园夫妇也重逢了 今年不止赵露丝珠连玉木 是大女主经商剧 杨子这部国色芳华夜市 珠连玉木卖珠宝 国色芳华要卖花 讲述商家之女和围方 从只有利益交换的婚姻中合力出户 涉足商海 并与一任蛰伏的天子金陈蒋长阳 做起了生意 二人也暗生情愫 过去李线在剑王朝的古装 扮相评价不是很好 没想到国色芳华公开剧照后 这次的装造很适合李线 国色芳华制作质感看起来很不错 杨子和李线的演技 CP感也不用担心 小编很期待再次看到童颜夫妇 近年陆剧在合作的二达CP5 小战李沁狼殿下诸仙梦中的那片海 小战和李沁继狼殿下诸仙后 去年三达了新剧梦中的那片海 如果算上他们共同参演的庆余年 那这就是小战和李沁 第四次出现在同一部剧了 小战和李沁的外形真的挺搭 穿上古装都有种清冷的气质 而两人去年在合作的梦中的那片海 是一部年代剧 两人从情侣演到夫妻 梦中的那片海 热度和口碑都不错 以70年代的北京为背景 小战饰演的男主角肖春生 重情重义 有助英雄梦 一开始他错认了自己的初恋 后来才发现 当初让他动心的女孩童小梅 一直在他身边 梦中的那片海 不是以爱情为主轴 但小战和李沁的CP线挺有看点 近年陆剧在合作的二达CP6 罗云西白露 半是蜜糖半是商长月静明 罗云西白露在长月静明 也是二达合作 两人先前合作过甜宠剧 半是蜜糖半是商 轻微竹马 加上欢喜冤家的设定 剧情搞笑又好客 两人在剧中的CP火花也很足 当时就有不少粉丝 求两人二达 后来罗云西和白露 又合作长月静明 这次是两人都很擅长的古装题材 长月静明一开播果然就爆了 罗云西演活了霸气很力的谭台劲 与白露火花依然强 剧中甜蜜交织的剧情 让许多观众都走不出来 近年陆剧在合作的二达CP7 张灵和赵金脉 杜华年樱桃 琥珀 张灵和赵金脉 合作的杜华年才刚波比 两人马上就官宣二达合作了 虽然杜华年剧情本身一般 不过网友普遍觉得 张灵和赵金脉CP感蛮强的 颜值很搭 而两人在合作的樱桃琥珀 是现代偶像剧 未打造过之否 狼牙榜的制作公司 正午阳光出品 有质感保证 应该是不会踩雷 樱桃琥珀剧情讲述 生活在小城群山的女孩林奇乐 小名樱桃 从小被满满的爱包围住长大 九岁那年 她遇到了从省城来的转学生蒋乔熙 蒋乔熙与周遭一切格格不入 而林樱桃选择执着地 温暖地陪伴她 他们在十一年内经历了分离 重逢到最后真情告白的故事 近年陆剧在合作的二达CP8 王子齐王玉文 只是结婚的关系你给我的喜欢 你给我的喜欢是去年被大推的甜宠剧 追过的都说甜 王子齐就是遇刺小物作的男主 之前与王玉文合作过只是结婚的关系 CP火花就颇强了 二达你给我的喜欢依旧甜到不行 王子齐和王玉文CP感很强 艳情侣很有真实感 让许多网友都怀疑 两人是不是真的在交往 不过应该是因为两人演技真的不错了 王子齐有素感 而王玉文演戏会让观众有代入感 让不少剧迷客风 近年陆剧在合作的二达CP9 钟翰良李小冉来不及说爱你今生有你 2010年钟翰良和李小冉合作民国剧来不及说爱你 从此成为经典的荧幕情侣 他们在剧中的虐恋 让剧迷看得撕心裂肺 钟翰良也奠定了霸道总裁的形象 没想到10年后 CP粉竟能等到两人二达新剧 今生有你 这就是前世今生的爱情呀 前世悲剧收场 今生再续前缘 来不及说爱你和今生有你 都改编自《肥我思存》的小说 当年来不及说爱你 替《肥我思存》打开知名度 所以他特地找回钟翰良和李小冉二达 《今生有你》 据说圆珠小说就是肥我思存 专门按照他们两人的形象写的呢 故事讲述心外科医生聂玉胜 与七年前的初恋情人谭靖重逢 并成为谭靖的儿子的主治医生 不告而别 多年等待让爱转变成恨 要多狗血就有多狗血 不过钟翰良和李小冉很配 近年陆剧在合作的二达CP10 菊靖一宋威龙漂亮书生千香 也不是所有二达CP都那么让人期待 菊靖一和宋威龙在漂亮书生后 近年有二达的古装仙侠剧千香 这对CP颜值很高呢 目测话题度应该不会少 但演技一样让人担心 菊靖一和宋威龙2020年合作的漂亮书生 豆瓣评分仅4.8 观众对于两人的演技几乎都是负面评价 这次二达千香网友普遍也不太看好 不知道千香能否扭转评价 闲侠剧千香讲述雷修远 为酒相依为命的大哥 友谊接近青秋孤女小棒锤 因缘机会下 两人一同进入除凤书院休息 小棒锤与雷修远从好友到互相倾慕 最终进入同一门派 就在两颗心越靠越近之时 绅士之谜也逐步揭开